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鴻 今天繼續又曬又熱 我們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就看到華南地區普遍雲涼不算太多 所以下午我們是維港網催的時候 都看到不錯的藍天 陽光也挺充沛的 因為陽光充沛的關係 各區最高氣溫 大部份地區都上升到35度 或者是以上 而打孤嶺更加上升到38度的高溫 而我們預料明天的天氣 和今天都差不多 繼續是又曬又熱 所以今晚知道明天的詳細 天氣預測是大致天程 最低氣溫約29度 明天日間的時候天氣是很熱的 最高氣溫市區上升到34度 新界再高2、3度 稍後的時候各部地區會有驟雨 而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 提提大家 好熱天氣警告現證是繼續生效的 大家就要記得補充充足的水份 以及保持室內的空氣流通 而我們預料日本周中期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明顯的天氣變化 就是一個高空妖動 就會影響著華南地區日本周中期的時候 就為我們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我們星期三開始 趙雨就會增多 而伴隨於這些不穩定的天氣 更加有機會有大趙雨和雷暴 又到本周後期的時候 隨著高空妖動逐漸遠來 趙雨就會逐漸減少 所以我們的展望方面 在星期三的時候 就會趙雨增多和雷暴 星期四、五的時候 就會是雨勢有時頗大 而周末期間的時候 趙雨就會逐漸減少 今節的天氣報告 我就講到這裡了 逐漸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